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款待他 对不对 英文叫做entertain 我要款待他 我怎么款待这个好客人呢 我就请他进来 让他做的好吃的好 拿茶水给他 然后跟他聊天 希望他能够待久一点 这个就是款待客人 好客人 但是只要来一个不好的客人 你要不要款待他 当然不要了 所以我们就可能把门开小小的一个风 就不想让他进来 然后很简短的要结束他这个拜访 这个就是款待的意思 那争吵呢 孩子跟你回嘴 跟你争吵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款待他 那我现在这里有个例子呢 可是我必须要看 虽然是我写的 可是英文很长 也很经典 所以我来看小超 那在该睡午觉的时候呢 这个小孩子就说 就吵着跟妈妈讲说 我要看卡通 小孩子会用尽办法 就是不肯去睡觉 那妈妈就说 妈妈说睡觉了 孩子说 我要看卡通 妈妈说不行 今天你已经看太多电视了 孩子说 我没有看太多电视 小明的妈妈都不管他 都让他看电视 好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有这么样的回应 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妈妈就说 你不是小明 我不是小明的妈妈 我们家的规矩 跟他们家的规矩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要看电视 小明的妈妈都让他看 我要看 我要看 看卡通 不行 你要睡午觉 小孩子不睡午觉会长不高的 我已经很高了 妈妈就说 哎呀 你看 小孩子不睡觉是长不高的 你看那个青红表哥 就是因为睡很多觉才长这么高 那我要玩超人 你还好意思讲要玩超人 你看看你 那个上次一买回家 你就把他手折断了 你还好意思讲 又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然后小孩子说 又不是我弄坏的 是弟弟弄坏的 弟弟抢我的玩具 把他弄坏了 妈妈说 你什么都怪弟弟 你看 他比你乖 起码他现在在睡午觉了 弟弟比较乖 妈妈比较喜欢他 好了 下面更多了 好 孩子说 我最讨厌弟弟了 希望他死掉算了 哎呦 你这么坏的孩子 还要弟弟死掉呢 我以后再不买玩具给你了 你这么坏 叫警察把你抓走好了 好 这是非常无效的话 跟无效的威胁 然后小孩就开始哭了 嗯嗯 警察把你抓走好了 抓走我 谁煮饭给你吃啊 你这个孩子 怎么那么笨 怎么这么坏 我怎么会生出 你这样子的孩子 嗯 你才是坏妈妈呢 我不要你了 你还敢说不要我 我是谁 不要谁啊 我不要你 我不要你 你再不要我 我就揍你 那我不要 我不要 就开始又哭吵 闹了 讲到后来 完全离题了 对不对 我们本来是要 叫孩子什么 要他睡觉 OK 他不睡 因为他想尽办法跟你炉 所以呢 当这样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呢 你只要坚持一句话 一件事 就是说睡午觉了 小孩子再跟你讲 我要看卡通 睡午觉了 好 他说不要 我不要睡午觉 谁家的小孩 都不用睡午觉 你还是重复 你要他的指令 睡午觉了 就牵着手 把他带到房间里 把窗帘关起来 把灯关掉 然后安安静静地 把门关起来 说你睡 要睡午觉了 就这样子 有时候一次就见笑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看孩子的个性 要好几次 但是你每一次都坚持 不要去跟他 款待他的争吵 款待他的回嘴 那记住哦 亲爱的EQ模式师傅 你们都能做到的 当孩子跟你回嘴的时候 跟你吵闹的时候 一分钟 你就要把他搞定 就是不要回嘴 不要款待争吵